记者林美雪台北报道,爱看书的文神豪竟然自爆小时候爱看禁书,文家兄弟的禁书是什么呢? 2018-423世界阅读日,文化部、教育部与台湾阅读推进协会合作,联合推出Opinbook阅读通,并邀请爱看书的艺人文神豪代言。 文神豪说,虽然小时养成阅读习惯是因父亲严格的教育手段,但现在他不仅喜欢阅读,也时常与五岁的小女儿共享温馨的阅读时光。 文神豪说,小时候父亲从来不买玩具给他们兄弟,觉得就是要读书,长大当医生,成为社会有用的人。 父亲送他的第一套书是大英百科全书,然后是瓷海,虽然内心有点不愿意,但也因此养成阅读的习惯。 成长过程,大部分时间除了看书还是看书,但文神豪也透露,除了父亲指定的书籍之外,他与哥哥也会偷偷看顶书,包括漫画之类,如小叮当穿越任意门,充满想象力。 就像大雄需要什么东西,小叮当就会变出来,然后自己脑袋里就会开始编故事。 他认为当时阅读习惯所训练的组织能力与角色认定,多多少少影响现在对剧本比较容易掌握。 现在想想,年轻时因为父亲强迫养成,现在每天晚上在家读剧本也成为一种阅读习惯。 反而五岁的女儿会在一旁模仿专注而安静的传读童书或变头号粉丝听她说故事,成为妇女之间最温柔的情感交流。 小时变读群书的温申豪代言423世界阅读日,自爆小叮当是家里的禁书,要偷偷看记者灵媒学社。 小时变读群书的温申豪代言423世界阅读日,自爆小叮当是家里的禁书,要偷偷看记者灵媒学社。 小时变读群书的温豪代言423世纪山语文·超兮文读童书6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